2001年一部叫做神的爱奴的岛国影片上映 影片播出后在日本引起了极大讨论 一名77岁的日本二战老兵为了抹黑黄军形象 不惜壮实入局悍然牺牲色相 夏海拍摄了这部日本特有影片 恶心程度堪称日本之罪 更离谱的是这位二战老兵在此前 已经因为弹弓偷袭天皇 制作天皇色情传单等被捕入于四次 夏海拍片已经是他这个年纪能做出的最后反抗 他就是觉醒牛马 日本最印二战老兵奥奇千三 真实的故事比你想象的更夸张 1920年初春 奥奇千三出生在兵库县明石市 作为一名地道的关西人 他从小就崇尚用暴力解决问题 用拳头走上了集穿小学的顶点 此时正值大政时期 大政天皇因为患有精神病 很少在朝坛上运筹帷幄 让日本一度进入君主离县制 可讽刺的是 正因为精神病天皇 微操不多 日本才难得有了十年太平 可好景不长 遇人继位后 日本就先是迎来关东大地震 又迎来了经济大萧桃 在这样的环境下 奥奇千三的父亲 骏三郎下岗 天天住危房 顿顿救济粮 母亲为了不拖累父子俩 就跟着邻村一个叔叔跑路了 十岁的小奥奇 小学刚毕业 就被父亲踢出家门 自生自灭 在此之前 他以为自己是一匹黑马 在棉花厂每天工作八小时后 才意识到自己只是一头牛马 新登基的遇人天皇 浩大喜功 为了战争需要 将棉花统一管理 小奥奇失业 他又去一家粮油店打工 可粮食也被管控了 他再次失业 就去渔船上当海员 可日本一指国家总动员法 又把燃油也列入了控制范围 渔船也不能随意出海了 三度就叫工作 奥奇现在的心里 已经对天皇产生了深深的怨念 好不容易刚混到20岁 他和同乡就收到了 强制兵役的通知 那时候的日本军营 非常流行体罚新兵 陆军精通拳脚 海军略懂棍棒 吃了巴掌要说嗨 挨了鞋底挨皮带 很多士兵不是被逼到自裁 就是被拥医误诊致死 死在日本人自己手里的士兵 一度超过了死在战场上的 为了逃避兵役 同乡们纷纷想出损招 有人一天抽四包烟 咳着血前去报到 还有人每天喝酱油 把自己灌出高血压 更有甚者在定眼里 塞一块烂猪肉 谎报自己得了痔疮 奥奇千三看不惯他们的行为 还叫嚣自己要进了新兵营 也只有打别人的份 他大摇大摆的走进征兵处 整个大厅里 全是穿着白裤衩的光头 一兵大佐按照身高 将他们分为不同等级 一米五二的强壮大汉是甲种兵 瘦一点的是乙种 一米四五以上是丙种 精神不太正常的是丁种 患有性病 绝症或残疾的 则被列入乌种 踢出征兵处 乌种也被戏称为狗种兵 奥奇千三作为一名关系大汉 身高轻松突破一米五二 被列入甲种兵 负责分配的大佐 听说他是同乡 还在棉花厂接触过机械 是个有小学文化的人才 就将他推荐到了岗山工兵团 结识了同乡大佐当靠山 奥奇千三就在军营里横着走 老兵体罚新兵时 他还拖着一口关系枪 用道上独有的弹蛇音大骂老兵 军营里来了一位如此强硬的新兵 大家就开始传言 奥奇是黑龙会的黑道分子 甚至还有长官主动给他打洗脚水是好 而他所在的岗山工兵团 只参与修桥铺路 几乎一枪没打 奥奇就混成了上等兵 拥有了和东条英机齐名的军衔 1943年1月 奥奇千三收到了高层传言的好消息 黄军已经拿下了整个东南亚 连美国的麦克阿瑟将军都逃走了 日军很快就要占领澳大利亚 活捉麦克阿瑟 打完积雪后 奥奇千三被调往第二独立工兵团第36年 坐上了前往太平洋的运输船 在船上颠簸了两个多月 才到新几内亚东北海岸 士兵们听说 坐镇太平洋的海军指挥官 可是被誉为名将之花的山本五十六大将 陆军指挥官更是重地先人金村军大将 都以为这把稳了 可万万没想到 刚东陆听到的第一个消息 就是山本五十六被美军击毙了 更糟的是 金村军作为山本的好友 居然带着几十万人 苟在拉巴尔岛上上演孤岛危机 彻底没了战役 奥奇千三所在的军队是第十八军 共有十四万八千人 指挥官是安达二三中将 专门负责新几内亚战役 奥奇接到的第一个任务 是在亚历克西斯港修建机场 当时正值雨季 所有重型设备 都只能靠士兵和牛马一起在泥地里运输 辛辛苦苦盖了几个月 结果刚建好就被盟军占领了 更糟的是 安达中将的指挥部还被炸了 将军大手一挥 做出了愚蠢的决定 所有人给我徒步四百公里搬家 撤到西部的维瓦克基地 行军途中 奥奇三三面对的危险主要有四种 呼叫空袭的麦卡瑟 偏爱虐服的澳洲士兵 民风彪悍的当地土著 和窝里横的日本士兵 在盟军的进攻下 第十八军被炸成零散部队 分散在茂密的丛林里 食物弹药和药品也被弄丢了 很多人手里甚至只剩下一根烧火棍 有人自告奋勇出去抓野猪 却惨遭野猪撕咬 重伤而死 还有人得了瘧疾 苦苦哀求奥奇签三给他一枪 一名叫做田中三郎的小兵 看不下去这样的惨状 就想从土著人那里偷点食物 可等他回来时 屁股上却插着一根毒箭 没过多久就挂了 日军中还盛传 当地土著是食人族 甚至直到今天 美西宗都曾在公众场合暗示 我的薄熙舅舅开着单引擎飞机 在新几内亚被击落 美军没有找到他的遗体 因为那里有食人族 到了1944年6月 工兵团1200多人 只剩下一百多人 一名叫做古清水的中队长 经常以老兵身份殴打他人 被奥奇签三揍了一顿后 他感觉受到了侮辱 却打不过对方 就找来军医玩山太郎 硬说奥奇三患上了精神疾病 不让大家再和他来往 被孤立后 奥奇签三只好单独行动 还在途中敲诈其他连队上级军官 抢走他们的食物 没有一个长官敢声张 主要是被下属敲诈 太羞耻了 这样的日子一连过了一个月 奥奇签三还在一次偷盟军食物时 意外中枪 左腿受伤 右手小拇指也被打掉 一回到连队 又听到一则噩耗 工兵团两位关系要好的战友 因触犯军法被处决了 他心灰意冷地走出丛林 对盟军大喊 美国大兵开枪啊 出现的士兵并没有打死他 而是将他俘虏 告诉他 我们是奥军 奥奇签三被扔进海一第八战俘营 开始还凶神恶煞的反抗羞辱他的奥军 结果两皮带就被抽散了大合魂 老老实实的在战俘营里给大伙做饭 直到日本投降后 他才有了战俘待遇 1945年底 奥奇签三换上新球服 看着胸口的编号 148751 人都傻了 英勇的皇军 居然已经投降了14万人 他不知道的是 光是拉巴尔岛上 金村军大将 就为奥军供上了14万日本俘虏 一年后 澳大利亚送他们回日本 还给他们准备了蔬菜和羊肉 可日军没人吃到肉 还在船上饿肚子 有人传言是船长贪污了补给 奥奇听到后 就抄起把剪刀 冲进船长室 照着肚子捅了一刀 船长苦求他饶命 还要他不要把贪污的事讲出去 从那天之后 船上的食物就多到吃不完 奥奇签三 一跃成为战俘里的英雄 回国后 他接连收到父母离世的消息 孤单一人 在一家煤矿打工 还险些因为矿难被活埋 经过战争的摧残 奥奇签三决定放下个人素质 享受缺德人生 不仅沉迷于风月场所 甚至还夜敲寡妇们 信用的是 日本一向流行夜爬文化 当名寡妇见怪不怪 反而在几次夜爬之后 嫁给了他 在妻子的鼓励下 他发挥工兵特长 开了一家气修店 到了1956年 已经小富一方 准备买下一栋大房子 奥奇签三 联络了一名叫信源的房产经纪人 这丝可是道上混的 拿了钱却不办事 奥奇就对妻子说 一定要让信源渐渐红 自己蹲几个月就会出来 随后拎着刀就去了信源的地盘 信源刚出门 就看到奥奇大喊一声巴嘎 一刀刺了上来 捅了一刀后 奥奇签三就叫上一辆出租车 去警局自首 一小时后 警方告诉他 信源死了 奥奇签三人都懵了 我挨过枪子都没事 这家伙怎么一刀就挂了 在日本的刑事审判中 犯人只要真诚悔过 充分发挥工匠精神 一般都会重新判决 可奥奇签三却大闹法庭 还对审判长说 有本事你就开枪打死我 最终他被判决十年监禁 在大阪监狱服刑 大阪监狱里的书籍 出奇的多也出奇的杂 奥奇签三在这里 接受了各种宗教和哲学的洗礼 他向司法部长写了一封信 战争即让太多人丧生 希望能废除日本的死刑 司法部长感慨 一个犯人的格局咋能这么大 就叫来一位精神科医生 对奥奇进行了精神治疗 在经过一系列治疗后 奥奇签三找到了 让日本变糟的元凶 天皇 日本社会结构等级森严 每个角落都沾染着天皇的影子 日本虽然战败 但如果这样的社会结构还存在 就还会引发下场战争 要想阻止战争就要干掉天皇 1966年8月 奥奇签三出狱 十年没有接触社会 他连各种电器都不认识了 欲人天皇的安保措施 也是更严密了 当妻子听说他要干掉天皇时 对他进行了一系列劝导 最终得出结论 杀死天皇 还会有下一位天皇 真正想要阻止战争的悲剧 那就要削弱天皇这个角色的影响力 奥奇签三苦苦琢磨两年半 终于选定了弹弓这种武器 既能证明自己有能力打死天皇 又不会因为打死天皇 而牺牲自己的性命 在大阪监狱里 他最喜欢读的一本书 是《我的奋斗》 计划的最后一步 就是要像希特勒一样 站在法庭上 收获整个国家的崇拜 走上政坛 废除天皇 1969年1月2日 欲人天皇在东京皇宫 举办新年庆祝活动 看台下2000名警员戒备森严 奥奇签三隐藏在人群中 假扮成欲人粉丝不停鼓掌 一只狗到了看台前15米处 他从兜里悄悄摸出自制小弹弓 瞄准天皇脑门 就射了一发钢猪 可惜他水平太差 打歪了 眼看没人发现 他又摸出一颗小钢猪 结果打到欲人小腿旁的石尖上 愚准的天皇都察觉到异样了 又摸出一颗还是没打中 他就摸出第四颗小钢猪 大汗已经死去 战友珊奇的名字 幻想战友的王洪 能助他一臂之力 人群里警察听见有人大喊 珊奇拿枪打死天皇 才一窝蜂的冲了过来 尴尬的是 警察找了半天都没有看见枪 奥奇又实在打不中 就一把拉住一名警察的胳膊 向他自首了 1946年 麦卡瑟废除了日本的冒犯君主法 天皇也和平民一样 是普通人 就算把奥奇三判了 也关不了多久 检察官就嗓出一招 先将奥奇送进精神病院 硬说他是偏执狂 因为发病才会攻击天皇 关了两个月后 奥奇被证明没有精神问题 又被带上法庭 他向法官叫嚣 原告于人呢 快让他过来 遭到无事后 他又脱掉裤子 向审判长发飙 还向法官吐口水 经过一番折腾 又给他加上了藐视法庭罪 被判一年半 1976年 被放出来的奥奇签三 消停了没几年 在看艳新杂志时 心生一记 他将育人天皇 和其他皇室成员的头像 从杂志上剪下来 用胶水再粘在艳新杂志脸上 就算是完成了早期的P图换脸 这样的传单 他一共制作了4000份 在银座 色谷 新宿的步行街 见到人就礼貌的发一份 可效率实在太低 就索性站在百货大楼上 从楼顶把传单全部撒了下去 等日本警方抓到奥奇签三时 他的传单已经发到了奇遇县 为此 他因传播淫秽物品罪 被判刑14个月 1977年 奥奇签三在监狱里竞选参议院议员 他为自己找了一名政坛对手 日本首相田中角荣 便密谋干掉首相 他对自己的计划太过满意 就出了一本谋杀田中角荣的书 被警方逮捕 可刺杀首相在日本并不算稀罕事 他也确实没有行动 就被无罪释放 奥奇签三尝到田头后 就把自己卷帘门上 喷上了杀死田中角荣的字样 在自己的车里也写满了标语 到处照耀过世 他还曾前往新几内亚西部 拍摄纪录片 回国时遭到印尼海关所受贿赂 胶卷惨遭没收 奥奇签三气愤的写信给印尼总统苏哈托 威胁要干掉印尼驻日本大使 1982年 导演袁一南想要拍摄一部纪录片 还原二战新几内亚战役的日军事迹 就找上了奥奇签三 恰好奥奇想知道 当年他的两名好友 为什么会莫名其妙的被处决 就答应拍摄这部纪录片 前进神军 在袁一南的镜头下 奥奇签三走访了公平团的几位幸存者 刚进门说了两句话 就把人家安在地上暴揍一顿 完胜了还说 请原谅我的暴力 毕竟暴力是我的强项 在他的殴打下 真相也浮输水面 他的两名好友 竟是被古清水中队长打死 并做成了烧烤 几名幸存的老兵都尝过他们的味道 得知真相的奥奇签三 愤怒地拿起一把改装枪 强完老上司 古清水家 没打中古清水 却打伤了他的儿子 奥奇签三第四次入狱 被判刑12年 1986年 他得知妻子离世 从此心灰地冷 89年 御人天皇死了 日本大赦 奥奇拒绝提前出狱 93年 皇太子大婚 大赦日本 奥奇再次拒绝出狱 他坚信自己没有罪 即使进了监狱 也是被冤枉的 但是如果接受了天皇的大赦 岂不是要承认自己有罪 他一直告诉自己 一定要做些什么 就这样 一直熬到了1997年 刑满出狱 此时的奥奇再也挥不动拳头 他唯一能做的 只有向自己下手 作为一个昔日的大日本皇军 他要壮士以身入局 好好丑化皇军形象 已经77岁高龄的奥奇签三 悍然牺牲色相 下海拍摄了一部 日本特有的影片 恶心程度堪称日本之罪 一定要让世人看看 天皇和他的战争 到底有多么荒唐 把老兵都糟蹋成了什么模样 2005年6月16日 奥奇签三因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症 病死在神户的一家医院 十年85岁 回望他的一生 童年就因战争而不幸 成年后就被强制征兵 见识了士兵被天皇 当作牛马的真相 觉醒后 一生都在用极端的方式 和整个好战的日本抗争 奥奇签三曾这样评价 遇人天皇 岂能有这样的旨意 让人们流血而死 让人们死如禽兽 还说什么 这就是荣誉 简直可笑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点击关注 为你带来更多硬核故事 我是抬杀 我们下期再见